来先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都是流量机控制法 然后这是燃气 这是柱燃气 这也是一组 这两个是一组 这两个是一组 这两个一组阀控制在上 这两个一组阀控制这两个火头 控制这一组的拉丝火头 然后这一组阀 这一组阀门控制这一组 这一组预热火头 然后这是个氧气压力表 这是如果火焰比较小的时候 可以顺势整理 顺势整理这个位置 可以把它调大加压 然后逆势整理是把压力捡小 然后我们这个表 表的针对位置 一般是这个 大概是0.05 0.06之间都可以 没有绝对的参数 这是一款如同盘灌砖 封安布管的机制 我们先开调节气体的那个调气 是先开煤气 先开煤气再开氧气 先开煤气再开氧气 然后关气 是先关氧气再关煤气 那我们先打开一组 打开一组煤气 这边煤气调开 这是一组 这是一组的 然后我们再调这边 打开打开这个 打开煤气 煤气可以先稍微关小一点 然后再开 再一组一组的调氧气 缓缓打开氧气 先调预热 把火焰调至南芯喷射转 调大一点 这一组调好听是听到这种喷射转的声音 然后再调拉丝火 然后再调拉丝火 可以把煤气关小一点 这个火要慢慢调 但煤气小的时候 先把煤气调大 一组一组一组 1分钟 捆在杂质这边 近一点 将火调至这个状态以后 听着喷射状的声音 调至这个状态以后 我们拿几个空管去试一下 一般情况下 拉丝熔断的火焰 要比预热的火焰要高 就是温度要高 喷射要有力 也就是火焰相对来讲要长 一般情况下 我们先拿空管来试一试 我们开机 我们开机 放两只空管放到火焰上面 直接让它走动一下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这两只效果 不断说明火焰还要调 烧不断的话火焰还得调 然后我们把火焰再调大一点 首先把预热调大 跟着调大 把预热调大 然后再把预热调大 听到喷射的声音 把这两根管子 再拿两根管子过来 再试一下 暂时先不灌装 前去是粗条 后面还是微条 再试一下能不能夹得断 这个时候还没夹断 还没夹断的话 再把预热再调大一点 把预热调大一点 就好了 就好了 再给了盆浪 16装 再给了盆浪 330分钟 车 加速 大量 2 真的没有夹断 没有夹断 我们再把它调大一点 再走两个试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要求火 这个夹断部分也要调大 夹断部分也就是拉丝部分也要调大 我们把火稍微调一下 走两个瓶试一试 看看打的什么效果能够拉断 拉断也会 我们现在再拿两根空管试一下 空管试一下 如果能拍到能够拉断的问题 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机灌水 这是能夹断的 停下来这里 这一个是能夹断的 能夹断的 那我应该开机灌水 试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下灌砖的屏幕 开机以后 然后这里是拖机连机 我们灌砖的话需要把它连机 连机起来 这是有瓶有瓶于灌 一井一井二井 一井和二井代表了一号灌砖头 底下一号灌砖头 二号灌砖头一井跟二井 然后这是底下一个瓶两个瓶 然后那个点设置 这里我们记得 这个参数我们需要记住 这是我们设置好的 灌砖微调 270270 这个界面是刚好灌砖 大概0.7号升左右 因为七号升左右